我們今天的設定 因為我們不能夠把這幾部機 駁到我們的螢幕裏面 現在什麼都不要說 我們能不能在這裏轉換 我試一下 這個 現在他對著我 這麼奇怪 這個比較麻煩 剛才試了 各位 各位 忍受一下 我們找一個小鏡頭 早知我們找那個Gopro比較好 這個追蹤 我們首先 不要說那麼多 不用那麼麻煩 把部機器拿來 第一部機 待會我們再慢慢搞 我們先看看大人幕 待會我們出去 我們不要看這個 這個不行 這個在這個時候搖頭 這個是我高火器的東西 花了幾千元 但是得物是無所用的 好了 我們先看這部 這部 這部是 日本仔 日本仔 2003年 2004年 日本後生省 要求這間廠做這部機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有很多人 中風 爆血管等等的事情 平時我們已經有很多機器 驗不到 究竟 血壓是怎樣 很多事情 其實是在200多年才進 但是沒有一部機 可以告訴醫生 或是告訴病患 許爆血管的機率有多少 於是日本 專門研發了這部機器 這部機器會放在公司 其實日後我先講的offer 其實只有90秒 就知道你的血壓 很簡單 但是最重要就是 血管的彈性 心大血管和微絲血管 大血管和微血管 大血管和微血管 微血管 好了 請來阿正試一下 阿偉 要怎麼試 很簡單 首先要插機 日本後生產 好了 唇雙的左手 左手 緊緊緊 你可以放過些來這邊 可以 要左手的 不是放些來這邊 阿正坐下來 不是把那部機器 左手 新進去 平方 雙手向上 對 新進去 進去 進去 再進去 有一個粒位 這個粒位就對了 放鬆 這個粒位你手上去 爽不爽 好 可以開始了 比平時的量血壓緊 會緊一點 90秒 聽到嗶嗶嗶嗶響三壓 你才拿出來 開始了 為什麼會再緊一點 因為它緊 因為量血壓一般是30秒 現在量血管 那個彈性 其實它是一定要收緊 好緊 讓你的心臟 讓你的血過不了 讓你的心臟再多一點氧粉 多一點血過去 才會測到你的心臟血管的彈性 這個是肌理 然後呢 之後它會放鬆 血就會衝到手指 這便會檢測到微血管的彈性 OK 所以是會再比較緊一點的 OK 那麼這個呢 如果我們檢測到 它有兩個數據 一個是AVI 一個是API 那是代表什麼 AVI就是心臟最大那條血管的 血管彈性指數 最大 最大那條血管 OK API就是微血管 最幼的血管 OK 包括手手腳腳 眼、腦、肝腎 所以有時候有些眼睛看的蒙 都可能是API高的 OK 那如果我們看到 自己 似乎 彈性不是很好 越不好 那種風機就會越大了 是的 其實等於血管不擴張 因為正常的血液流的血管 會擴張 等多些空間讓血液流 那為什麼血管會沒有彈性 其實很容易 譬如年紀大了 新人代謝慢了 或者有很多血管被破壞 或者經常吃一些很鹹的東西 或者經常不做運動 不喝水 我每次都是 這些都會認到 年紀大了 吃一些不好的東西 然後又吃煙 可以拿出來 慢慢拿出來 小心不要冤枉 小心 好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一下阿正的數據 這個向下 看出去 可以看到 阿正的上壓 可以了 剛剛那裡 對了 你向著那裡 那裡 阿正的上壓是124 下壓是78 71是什麼 71是心跳 心跳71 12 還有27 AVI 27 是API AVI 然後我們 如果上壓124 OK 124很漂亮 很漂亮 78也很漂亮 阿正你有沒有吃過血壓丸 現在是完全沒有血壓的問題 暫時 完全沒有 好了 他跟著的心跳71 都合理 心跳71 OK 好了 AVI12呢 AVI12就要根據 我想問一下阿正你幾歲 40 40歲 根據他有個表 年齡如果40到44 應該是14到22 那個指數 但是只有12 12就是低於下限 就代表氣血不足 是 氣血不足 越低就越氣血差 就是可能飲水不足 什麼氣血啊 它不是彈性嗎 關於血管 不是 它的下面低於下限 就是氣血不足 OK 即是說氣血不好 血動得很慢 OK 高於上限 就代表越高 就代表血管越不擴張 OK 即是它的彈性是OK的 但是就是氣血不足 血走得比較慢些 OK 我喝醉少 那我也是 喝醉少 吃得咸 沒有運動 沒有運動 所以會有個血管 我昨天是多少 我忘記了 反正我彈性是OK的 彈性是OK的 但是都是低於下限少少的 OK 低下限少少的 27API 27API 根據年齡 它應該是17到26 它高了少少 即是說 可能微血管 它包括了手腳 眼、路、肝神 可能有某些血管 有輕微的彈性不足 有些地方它不會擴張 OK 真的是小型 小型 26API 也是正常的 對 26API 正常 剛好一格 那怎麼搞呢 如果是 首先要生活習慣改變 即是說 可能要多喝點水 每天喝八至十杯 每天做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的大洋運動 你講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 不要吃那麼鹹的東西 然後呢 每天可以睡覺 因為中醫肝經是1點到3點 我今天還沒睡 還沒睡 最好可以在12點前就睡 不會 但是 我要做節目 所以也是夜睡 因為肝是排毒的 排毒是 如果肝不好 排毒不好 那些髒毒素 就會積在身上 所以就會引起 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 血管彈性差 也有很多垃圾磨擦 那些膽固醇 令到血管 迫越來越受破壞 就令彈性越差 所以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好了 這一個呢 老實說 這一個是 我們這個 Body Check 叫做 入門 OK 那阿禎呢 這麼健康也好 原來他的微血管 其實主要的問題 看他的AVI和AVI兩個 主要是想多一點 早點睡 我想也能夠解決 因為剛剛 多一點 低一點 第一格 好了 但是接著呢 就來了 我們先拿走這部 接著呢 我們就有人幫忙 我們有個助手 他今天找了個帥哥 但是其實他應該找個女兒 比較好 我們搬過來 可以搬過來嗎 是的 可以 就是這個 液晶體 不是液晶體 是脆牛 這個 這個 液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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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其實 這個 液晶鏡 因為我們稍後 將會和阿正抽血 抽了血之後 這個是多少倍的液晶鏡 40X倍 不知多少倍 是會把他的血液抽出來的 血液放大 膨蓄著他的血液 甚至乎裡面的 細胞 那些 血球 形態去判斷他身體的狀況 其實這個 我們平時只看數字 只是在醫生看 這個 其實 比 醫生的細節 很多 你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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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們拿些什麼 有些表 不是 你之前不是有些 熊月球的樣子 那本書 有 有 那本書 這麼小 好 好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這裏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照 多 很難看的 因為他屁股 有些動來動去的 你抓住他的頭 不要讓他動 不是 不斷轉 轉你老母 黑了 喂 不是 他轉了向下 先出來 我先抓住他 好 這樣 很難 很熱 其實 真的很難 我現在 畫面上 真的很難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行 這件事真的不行 現在我們去柳察 我站車 喏 其實呢 我們用這本書來看 我去那 還比較好 喏 我最上面 即是我的手指看著 你看我畫面最上面 就是最正常的 是不是 正常的紅 血細胞 是不是 是啊 最正常的紅血球 一粒一粒分開 喂 你又黏起來了 那是什麼 那個是普遍的人 都是這種的 因為其實 喝水不夠 剛才說的那些生活習慣 再加上長期接觸電子產品 那些正離子 多過負離子 那些紅血球就會黏起來了 好了 下面那個呢 下面那個最差的 那一隻 基本上如果有這種血呢 因為他長期接觸 就是生活習慣再很差 再加上更加長時間接觸電子產品 那些血已經結到 黏起來了一堆 那他 昨天好像還沒有去到這麼厲害 都是一串串 二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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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流落 好了 這個呢 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呢 它裡面有很多的 包括呢 這裡呢 我不會教你們看 包括什麼腸窩 他看到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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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血栓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那他 他 一看就知道 也不用用這本 他們就可以介紹給你聽的 好了 那麼我們當然呢 到了現在最緊張的時候 沒錯 就是嚴血了 是 那麼我們就會跟阿正抽一滴血 哦 抽血 是的 還有會有一部機 黑手指拿一滴血 不是真的抽血 開始 喂 你不拍 你不能進鏡的嗎 你走過來抽血是不是容易一些 你進鏡吧 走過來 讓人看到才行的 走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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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看別人 首先呢 幫他消毒先 當然要先消毒 摺勾 大家看看 可以舉高一點 有名字 幫他消毒 第四個手指 左手 右腰 多數是左手 這個抽血 這個東西 是不是每一支針都是新針來的 每一支新針的 做完之後會不會再消毒呢 我扔掉了 OK 那個抽血 那支針的樣子都會消毒 OK 好了 真的很方便 很安全的 很安全的 我們是很清潔的 好了 好了 可以了 要是要 要拉去血 好了 我現在很拉架的 我做過 所以你知道吧 我當然知道 好了 現在呢 其實你叫他拿過來做 不然別人知道你做什麼 你在鏡頭以外 要做什麼 好 你放在這裡 不是放在這裡 是拿去 其實現在你要給別人看 現在有一部東西 我們要插一些試紙進去 這幾張試紙都是測試不同的東西 是 有尿酸 有膽固醇 有三酸 金油脂 高一點 讓別人看到 現在在插試紙 插試紙進去 逐樣試紙進去 為什麼呢 拍了一滴血出來之後 不是那麼簡單 滴血要黏一滴血出來 有很多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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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了 這四張試紙 就是會測試 三支金油等等的東西 好了 然後呢 我們放一些大小玻璃 好了 接著來了 好了 抽血 很簡單 舉高一點 我們給觀眾看 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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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抽滴血 搞定了 搞定了 好了 接著呢 撕了血出來 撕了很多 其實也不是很多 再撕了很多 接著呢 我們要用那些試紙 去插血 每一張試紙都要插血 插血 插血就不是這樣插到 要插到它 它有一個標準 是 碰到標準 你碰到標準 所以不夠 就撕了多些血 撕了 不夠就 撕了暗瘡 就撕了暗瘡 會有血的 是 看著血脈就會形成的 不肯讓它繼續撕 這四個試紙裏面有阿正的血 接著呢 他過了幾秒鐘 就會有個結果 已經有結果 我想問 這個東西 可以測愛知嗎 如果有測愛知 可以 可能遲些嚴察部機 可以測 其實已經 阿正都不會流血 昨天我連膠布也沒有練 你那張紙 要我射低一點 有張紙 再說 接著 我們在這塊玻璃上 其實是放在顯微鏡上 對嗎 是呀 放在顯微鏡上 你有沒有筆押 有 你都不準備好些東西 好了 我們放在顯微鏡上看 但是顯微鏡現在不能接到電視 我們就接到螢幕 那天我們拍螢幕 這裏有個小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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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等我來 其實呢 現在呢 現在這個是不是 要減一點血 紫色的味道 應該 好像沒有脈 現在開始 嘩 看起來不是 好痕好 這裏有個小螢幕 都動的 都是有些稠的 有些稠的 有些稠的 都會比較黏 大家知不知道 蒸紅血球 不是蒸重 其實是三血球 這支不吃不到 它都動的OK 有些稠的 喂 看看有部血山那些 他應該找我做 我走來看 我什麼想都看 這些是什麼 它未顯示出來 它現在縮到最小的鏡頭 去到最小的鏡頭 就是只有找血山才會看到的 現在這些是否就是血山 這個 是啊 血山 一條條血山 血山是什麼 血山其實就是 血小板和纖維蛋白結合 就是當你身體一受傷 人有凝固 那些凝固能力的 就是令它不要流血 封住那個傷口 其實如果當它在血管裡面 它凝固傷口 那條膠 我們平時的那條膠 就叫做血山 平時我們是外面 皮膚的那條膠 就撕了就沒事了 是啊 脫了就沒事了 但是裡面也會有膠 是啊 它還要長期被一些血液衝刷 它脫了 就跟著血到處走 OK 可以啊 血山很厲害的 或是血山失制的 是啊 那些血山 塞住血管 是啊 沒錯 這個算不算嚴重 其實一滴血有 有血山就是嚴重的 有一滴血有 就差不多一滴滴血都有 因為我本身 我驗了起碼五千幾六千個人 其實我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 他驗到血山 他就會問我 我不相信 我再拿第二滴血 第三滴血體 多數都有 因為人的那些血山 他會不斷累積的 他是不 因為這個世界上 已知道有三個物質 是可以溶解血山的 第一個物質呢 就是阿士匹靈 就是平時 譬如中風 或者心臟病 醫生我會給一些 阿士匹靈的 就是讓血沒有結的 但是阿士匹靈有個副作用 就是令到那些血 就沒有了血小板的作用 減慢了 變成受傷 他就很難止血 就變成不斷流血 這個就是他不好負作用 第二樣就是乾素 乾素 也是用在西藥方面 急性中風 那些用的 就是令纖維蛋白質 減少藥力 而第三 就是減少作用 而第三 就是水疾素 水疾素 就是外國的那些科學家 發現那個水疾的 口水分泌出來的液體 就有這個功能 它就可以溶解到那些血栓 因為它是令到 凝血作用的力減弱 從而令到它兩樣東西分開 就不會影響身體的特質 所以就沒有副作用 我們經常聽這些 血栓室 血栓室 就是中風 是啊 就是這類東西 就是說 其實我生活 我喝很多水 血都很正常 是 大腺也很好 都不能夠排除中風的機會 就是因為我們身體裏面 可能有血栓 是啊 OK 好了 那當然了 我們一會兒就會介紹水疾素 好了 但是如果我真的 喂 你們五六千個 有沒有人是沒有什麼血栓的 我有見過沒有血栓的 沒有血栓的 有見過 但是沒有血栓的人 就是沒有中風風險 又不等於的 他沒有血栓 只不過他 就是要看他的血管 結不結 就是血管彈性好沒有 還有他有沒有 譬如 血栓的其中一件事 會引起中風 例如乳血 例如多不多膽固醇 多不多那些 就是其實中風 都是會因為 那個觸氧動物斑塊凝固 就是那些類似 也是一些 血栓的那些物體來的 大概不是血栓來的 是那些脂肪的那些物體凝固出來 而阻塞血管 也會引起這件事 但是昨天我看到我有一些 index 說我中風幾乎都不是很高的 是呀 不高 不高 因為你微血管 你微血管OK的 OK 好了 現在正在這裡做什麼看 我很累 那些血栓不算走得慢 其實 其實他已經停了 放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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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開始走得快 但是呢 一兩分鐘就停了 因為正常的血離開身體 15分鐘都要動的 動得越快 就代表氣血越好 那如果很快 現在已經不動的了 還有黏了 還有呢 很明顯看到 肝是一般的 因為那些血很暗 因為呢 有兩樣東西可以看到的 第一樣呢 就是血暗 就代表了是肝毒紅細胞 是 就容易有肝炎 肝硬化 脂肪肝 跟我現在測到呢 那個表上面看到 那個結果 是吻合的 因為那個 三酸甘油脂也是很高的 所以 正常呢 要低於1.7 他現在2.15 你記不記得我多 嗯 我要看回 他可能猜測我 三酸甘油脂 你好像是沒事的 三酸甘油是 是 另外呢 裏面也都發現 有輕微的膽固醇 正常是小過5.18 那 就5.33 那 也都有一些少少 也都有一些少少尿酸 是 尿酸 我也有少少的 昨天你看到我 有啊 但我是沒有關節痛的 其實剛才看那個血那裏 都看到是有尿酸帶的 有些尿酸帶在那裏 哇 這個呢 所以呢 就跟這張紙看到的 是非常密 就是測出來 這個是用那一滴血在儀器裏面 測出來的 嗯 那些數字呢就很顯示了 就已經在那裏看到的了 嗯 我就是拿這些數字呢 就有個檢測 就已經看到那些數值 已經是 就是 血糖7.8都高過我 血糖呢 就要看回了 我昨天吃完飯 你是不是剛剛吃完 有沒有久了啊 有沒有吃過東西 兩個小時內有沒有吃東西 沒有 如果兩個小時內沒有吃東西 所以呢 7.8是高的 因為正常應該是4點幾到6點半 我6點幾 如果7點幾是有些窄界 如果空風7點幾是有些窄界 就是有輕微少少高的 所以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四樣數值都開始 每一樣有輕微高 就是血糖有輕微高 藍士尿酸值呢 應該是不可以超過4.16 4.46來高少少 又是輕微高 然後 我記得 也是窄界 差不多窄界 膽固醇呢 5.33也是有輕微高 而三酸甘油脂 2.15就是輕度的了 所以就不是輕微高 這個是血脂 就是說 血裏面多一層油脂 這就是一個很詳細的報告 身體報告 其實呢 因為我自己做過 我一直去年年驗身 在牙醫無所謂 其實呢 我真的發覺 他這個真的是很powerful 那我昨天呢 你知不知道 我就出去問過了 如果要看這些東西 看這些東西 你又說很貴又不是的 一千多元 一千六七元 我想現在外面做到 做這些東西 一千六七元 OK 是不是已經出來了這麼快 是不是已經出來了這麼快 喂 各位 走下去看看 嘩 Active很多 還有一粒粒了 是不是 是啊 一粒粒了 一粒粒了 三粒已經這麼厲害 快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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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它裡面的膽固醇 尿酸 總金屬那些還沒有這麼快 它只是令你 就是要散開一點 以及會走得快一點 OK 我們將它抗到最 現在放到最大 這個40X倍 最小 最小就是找有沒有血栓 我試一下抗最小 看看 血栓仍然會在 有的 血栓沒有那麼快 因為它三個月 它第一個月 就是令到那些血沒有那麼稠 就是走得快一點點 但是走得快 例如我的血栓就是這麼稠 我走得快 如果我的血栓走得快 三個月後就吃了 那就是會令到我的血栓走得快 就可以帶到足夠的養分 或者養氣給我的器官 是的 我的器官就會更好一點 正常 譬如我有乾水蠍 不是乾水蠍 就是有些功能炸了就會更強 沒錯 功能炸了就會更強 因為人本身有治癒的 其實你是激發 等它自己可以收復自己 就會有治癒的了 剛才那些 一個大圈的不用擔心 那些是氣泡來的 那些是氣泡來的 你這樣看是很蒙的 看不清楚 放大它 都是最大的 走得快很多 不是 現在散了 那些紅血球 是嗎 細一粒粒粒了 沒有那麼黏著 沒有那麼黏糅 你用那個字 沒有那麼黏 其實水質數就是 是世界醫學三大數 血管清道夫 它就是和清高素 胰島素齊名 現在也是快的 還在動 但是現在就比猶先 反正出來久了 它正常15分鐘內 慢慢就會停了 因為沒有氣血 令它移動 好的 我們看看阿正的血 阿正的血細胞 也給大家看 我明天記得的話 我一定要拿我的牆 給大家看 因為我去照搶別人的影片 很冷靜的 阿正的牆 我放在家裡 經常都忘記拿回來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